大家好,我是Paxist Trading的Will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是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跟会员做的一个复盘的视频 那这个星期四呢 大盘是出现了大幅的恐慌性的抛售 但星期五的时候呢 又大幅的反弹 基本上都修复了湿地 那在出现这种恐慌性抛售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怎么样去理智地分析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希望这个跟会员录制的视频 能够对你以后有所帮助 我们开始吧 今天我出去玩也真的是出去 真的是时候 本来想的选今天出去 因为今天开盘那么好 肯定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明天就飞龙 就等明天再算吧 然后果然就是 那种你越是觉得没有事情要发生 越有事情要发生的那一天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有哪一些原因是能够引起大盘大跌 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现在就是有 at1又已经有点麻木了一遍 我们如果把情绪放在一边 看一下不同的数据 就哪一个原因导致出现 今天的大跌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先如果是FED 那么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 这个鸟人啊 Ash Kari 他说2024年 如果这个通胀继续盘盘的话 他就说这个inflation moving sideways 那他就要就这样会觉得 我到底我还需不需要cut rate 那这一句话呢其实非常让人非常不高兴 因为本来大家整个市场都pricing 大概两到三次的降息 然后他突然爆出这样一句话说 要不要降息 以前跟大家讲过 市场对股票的估值是跟利息有很大关系 那如果他不降息的话 很多股价的价值就要往下调 要相应的调整 但是这个星期的就在他说话的前两天 有两位FED官员 贝里跟这个人 他们都说了 今年两到三次 这个非常合理的baseline 然后那位呢 应该是克里夫人的 说他现在已经很接近 让他觉得有信心 开始减息的这样一个水平 大家要注意 这两位是能够投票的人 然后JP他昨天在Stanford我们讲话的时候 他还说很满意现在通胀的进展 觉得也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开始就是降息了这样 至少他说是不会加息 那同样这位兄弟 这位兄弟在二月份的时候 一个月之前 他还说两到三次cut seems appropriate right now based on the data 他一个月之前也是说两到三次 他今天突然跳出来说 是一次都不降息 而且关键的是 他今年还没有投票权 所以他出来BB的简直就是放屁 那如果我们说 今天的暴跌是因为是FED的话 正常就会引起十年利率的暴涨 我们看一下今天十年利率 十年利率今天是并没有暴涨 我们把它换成小石图 就是今天早上我发的分析的小石图 这里是一个头尖顶的形态 这里是颈线 但是两点钟的时候一下子就暴跌 就是在他讲完话之后 那段话就直接就暴跌 连颈线都跌破了 那为什么如果真的是跟FED官员讲话有关系的话 利率十年利率不是直接暴落而是暴跌 这个是一个数据点 另外一个数据点就是我们看 Deadwatch2这个地方 6月份我们上个周末的时候看的时候 当时是56点 然后在今天其实他讲完话之后 我下午回到家说我看一下 他反而这个是去到了64点几 然后今天现在刚刚又跌了一点到59 但是也还是比一星期前要高 所以如果真的是他说不降息 对整个预期有影响的话 这里应该是大跌的 但是这里并没有出现大跌 而是还是差不多在那个水平那里 而且就是比上个星期周末要涨了 如果你说是FED官员导致 他的讲话导致今天大跌的话 就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他肯定是触发了有波动 因为机器人都是不断的在扫 一些推特在扫不断的那些新闻信息 所以他应该是对FED官员讲话 肯定是触发了波动 但并不是最后瀑布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说 FED的那些行为对大饼也会有影响 但是大饼今天是并没有大跌 把它换成直线图 大饼今天也并没有是大跌 所以把那些所有的数据点都综合在一起的话 可以得出的一个95% 有一个confidence的结论 就是跟FED关系不是特别大 那中东局势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中东局势就说直接简单来说 以色列就和伊朗就直接要干起来了 然后拜登说如果以色列跟伊朗开打的话 他会支持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所有军队他们都不放假了 然后伊朗说要报仇 在叙利亚的一些官员被杀掉 官员他要报仇 就是这些大家对空发炮的一些话 让市场觉得中东又要再升级 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股市是很不喜欢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 如果在地缘政治发生的时候 特别是中东一般是有什么数据可以看呢 我们看一下原油 那油价今天就是突然爆了 他本来早上的时候其实是往下跌的 然后一出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时间对不对的上 我们换个小时图 应该从一点多两点 大概是这个时候 拜登开始打电话的时候 一下子就爆拉了 然后两点的时候直接突破 所以这个是一个数据点 在官员是不可能引起原油油价降爆拉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VIX的期货 也是突然这样子爆拉 这种也是比较符合出现地缘政治的突发情况 出现的情况 挺难相信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官员 会导致VIX出现这种暴涨的情况 但是要注意一下 即使VIX暴涨其实也没涨到哪里去 也突破过去 第三个数据点我想看一下的就是 那些军工的票有没有出现什么东西 我再把它换成小时图 看看对不对的上时间 两点 对他爆拉的时候 爆拉的时候就是在两点 左右开始开始爆拉 所以他这个也对得上时间 另外一个是LMT 在大整个市场是升红的情况下 它是绿的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对不对的上 也差不多是对 也吃这个时间 出现的情况 这个数据加起来 你也挺难说军工厂暴涨 跟FED有关系吧 这些数据加起来 让我觉得其实跟中东的局势 关系更明显 然后明天一个飞龙的数据 这些东西大家加个HIT就好了 很难想象它会让NQ跌个 接近2% 现在复盘看到的情况 我个人的观点是FED官员触发了波动 然后中东的这些消息就大幅的加剧了波动 然后最后很多人因为出现这种 这种大波动的情况下就开始PANIC 这东西都抛售了 一键清仓 或者说很多人射的止损就被直接打掉了 因为很多人的止损被打掉的话 加上应该早上比较多人冲CALL 还好 因为比如说你看一下我们的META 是昨天进的CALL 今天早上就收割了 我不会说今天开场才去追 所以这个就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很多人如果开场 大家看它高开了 你也知道一般韭菜说追涨杀跌 今天盘前涨了 我们就是去追涨要买 怕错过这档火车就 再也没有下一趟火车了 我冲上去之后突然一个转灯 噼里啪啦这样下来 然后拼命纷纷的这样割肉 所以我个人感觉的情况 今天发生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蓝筹技术形态 像今天这种看技术形态也不太大 看一下搜线图 所以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里一条趋势线了 是之前讲过 然后它后来是突破了 这里把它放大一下 这也是突破了 现在是刚刚好回踩到趋势线这里 那你说的技术上这里好看吗 当然不好看一下子整整走出一个 像是类似于 evening star这样的图形 当然非常不好看 但是地缘真正的东西 就已经是完全overpower 技术分析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视线图它是已经跌破了 我之前说的需要关注的一些 具体基本上所有需要关注的东西 都跌破掉了 就就一句话概括吧 都跌破掉了 但是看到交易量呢 它也并没有说是爆量的 也不但我们看一下小时图的话 小时图它的RSI 看15分钟 就最后15分 它的RSI已经到了 到了12左右 你看这里是很少看到这么低的RSI 所以短时间之内进入了一个严重超卖的这种状态 整体上来说 由于我是相信今年会有两到三次降息的 而且如果你看以往来说那些什么战争啊 地缘政治这些东西 它们对市场的影响的有效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比如说俄罗斯打仗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它实际上也就跌了一两天 就对上结束了 没什么事了 我反而觉得这个会是人家想看到的 买入的机会 我们再看一下蓝筹股 他们上他今天是没有走出LOW 当然这个大号的红柱不是比较好看 但是至少他是比较强势 没有走出LOW 这相对的强势 META META他高开了之后 他连昨天的收盘价都没有摸到 盘后的时候 你看他盘后的时候 实际上是又涨了3块 反弹了3块 这个是牛逼 超级牛逼 明天如果反弹的话 这个应该是市领头羊 这是冲在前面的反弹将军 Google为什么我是在收盘的时候 开了差不多是4分之4的仓位 是因为他踩到一条趋势线 在这里进入的话 我止损也比较容易射 因为在这里有个低点 风险也就是一两块钱 看一下NVIDIA 还好因为他没有跌破 其实还在这个盘盘已经很长时间了 没有任何变化 跟几天前的状况完全是一模一样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对今天那个消息 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如果他跌破了这个盒子的话 那往下就是823 然后在这个地方 gap up这个地方就是750左右了 所以说现在说NVIDIA走坏了 还是我有点为时尚早 Microsoft看一下这个蓝筹 Microsoft也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他前一天的低点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也也没有破前一天的低点 所以他也只不过是在同一个震荡区间里面震荡而已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Apple这个是最难看的一个了 大家看一下这里下来上是一个熊旗 然后再下来 在这个加上这里是椅子的后背上来 椅子就变成一个H图形 再跌破的话比较惨了 蓝筹里面还有Netflix Netflix也没有多大问题 你看他连昨天的低点都没能没摸到 如果他破了前一天的绿柱的中线50%这个地方 就是他进入了一个稍微bearish的区间 但是因为他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所以还是OK还是综合偏bearish 另外一个牛股今天就是Spotify 昨天我们提了一下这个股票 他因为有新闻要有些地区的用户要加价 今天的还是绿的 你想一下你得根据今天市场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这种环境下他走入这个图形 其实非常非常牛逼了 而且他是个科技股 很牛逼的 最近被吰叫做技股 或设计会被冰计之中 这 decep American 经理 设计 Globe